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编州造势 超过4万民众冒含风支持 谷歌地图无法取代 英国手工地球仪受名流青睐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4月14日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 在多国协助下 以色列拦截了伊朗发射的绝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英美等国强烈谴责伊朗的攻击行为 来看报道 4月14日凌晨 耶路撒冷警报声大作 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这是伊朗首次从本土对以色列发动直接的军事攻击 伊朗称 这是对此前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利亚使领馆 并击毙了一名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的回应 以色列军方表示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170架无人机 和140多枚导弹 包括30多枚巡航导弹和110枚弹道导弹 不过其中绝大部分被以色列及其盟友成功拦截 此次大规模袭击 至少有9个国家被卷入其中 导弹和无人机除了从伊朗本土发射外 还从叙利亚 伊拉克 也门境内的伊朗代理人处发射 另一方面 美国 英国 法国及约旦 则帮助以色列进行了拦截 以色列表示 伊朗的弹道导弹击中了 以色列南部的内巴蒂姆空军基地 但仅造成轻微损伤 不影响基地正常运作 另外 一名10岁女孩在伊朗的袭击中受到重伤 目前正在加护病房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发表声明 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次袭击 拜登称 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 他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包括英国 德国等都对伊朗的这次袭击表示谴责 伊朗的大规模袭击 再次将中东地区推向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 拜登在周日晚些时候召开紧急这期峰会 旨在达成席挑一致的外交对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伊朗周日首次对以色列进行直接攻击 以色列官方表示 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外界高度关注 接下来以色列将会采取怎样的回应措施 周日凌晨 伊朗利用数百导弹和无人机 对以色列境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报复袭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以色列战时内阁召开会议 商讨应对策略 在内阁会议之前 战时内阁部长甘茨表示 以色列会在适当的时候用恰当的方式予以反击 周日当天 七国集团在声明中谴责伊朗 支持以色列的同时 强调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地区局势失控升级 有分析认为 以色列避免局势升级的策略之一 是听取盟国的意见 采取所谓的战略忍耐 也就是暂不作出回应 而是继续打击如黎巴嫩真主党等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人 以色列的另一个选项 是针对伊朗发动此次进攻的导弹基地 进行精准远程打击 甚至可将袭击目标扩大到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 训练营和指挥控制中心 不过外界认为 这两种打击方式仍然会被伊朗视为升级 很可能引发伊朗的报复攻击 据白宫官员称 拜登希望以色列保持克制 并表示 如果以色列报复伊朗 美国不会参与对伊战争 伊朗曾威胁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反击 以色列将面临伊朗更猛烈的攻击 周日晚些时候 以色列军方表示 在伊朗的大规模空袭之后 以色列目前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并表示 以色列的进攻和防御计划已经出炉 新唐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 伊朗这次为何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两国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呢 下面带您了解 伊朗称 本次大规模空袭是报复行动 针对以军在4月1日空袭伊朗驻叙利亚领馆 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名成员死亡 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 不过 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夙愿由来已久 以色列一直认为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新政权及其代理人的存在 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 而伊朗支持的组织哈马斯 去年10月恐启以色列 引爆以哈战争持续至今 战争半年多来 以色列还一直遭到伊朗代理人组织 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珍珠党的武装攻击 特别是珍珠党 几乎每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与以军交火 导致以色列数万平民被迫离开家园 事实上 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前 以色列曾是伊朗在中东的重要盟友 并从伊朗进口大量石油 不过 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政体 新的伊朗政权放弃亲西方立场 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并试图以伊朗什叶派为中心 发展地区代理组织输出革命 进而掌控地区领导权 尽管两一战争期间 以色列曾援助伊朗 抵御伊拉克的进攻 不过 2005年 伊朗极端保守派总统 埃哈迈德·内甲德当政后 多次扬言要消灭以色列 双方关系加剧恶化 目前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宣称 硬将以色列连根拔起 从耶鲁撒冷驱逐并摧毁 而以色列也将伊朗视为地区的最大威胁和动乱因素 长期在各地与其代理人进行作战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良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美国前总统川普 本周末前往在大选中重要的战场 宾州 为竞选造势 他在集会上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并誓言要对中共更加强硬 来看记者从现场的报道 周六晚上 在我们所在的宾州 Snaxville的集会上寒风阵阵 连川普都在台上开玩笑说 他实在是冻坏了 然而在寒风中 川普的支持者们还是从一大早上就开始排长龙 川普说最后进场的高达四万两千人 本次集会也是川普在周一 在纽约出庭前的最后一场集会 川普表示 而关于伊朗对以色列最新发动的攻击 川普说 而关于中共 川普说美国和中国已经在战争之中 他说美国必须要在贸易上对中国更加强硬 而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下周也会好几天在宾州拉票 希望争取这一重要摇摆州的选民 新台湾电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宾州报道 悉尼购物中心持刀袭击事件震惊世界 周日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前往现场向遇难者献花 警方报告 袭击者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 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 周日发生持刀袭击事件的悉尼购物中心外 摆满了大量的鲜花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其他政府官员也前来吊焰 在袭击中有6人不幸丧生 其中2人来自海外 在澳大利亚没有家人 另有12人仍在医院 包括一名9个月大的孩童 她的母亲在袭击中死亡 孩童伤势严重 但情况稳定 袭击者被一名女警当场击毙 新南威尔斯警方周日通报 没有将事件定行为恐怖袭击 持刀刺杀者是40岁的乔尔考奇 警方在4到5年前与她的多次接触中 意识到这名男子有心理健康问题 考奇并没有被逮捕和刑事犯罪的记录 他一直在外或汽车中住宿 不经常与家人联络 目前家属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新潭记者徐哲江迪亚综合报道 4月13日晚 神韵环球艺术团在纽约市林肯中心的第13场演出 吸引了纽约商业精英前来观赏 他们纷纷赞叹神韵演出卓越非凡 其价值无法用数次衡量 股票交易专家罗伯特·德斯蒙德 是一家华尔街股票交易培训公司的创办人兼CEO 他赞叹神韵演出卓越非凡 神韵带给人的价值无法用数次衡量 我认为了一家华尔街肯特·德斯蒙德 马赛洛西亚里诺是纽约一家大型汽车经销集团合伙人 旗下有18家车行 他和太太都非常喜爱神韵所传递的信息 很棒的发言 它們只是很棒的事情 現在 It's just been a really lovely experience The music is beautiful The singing is amazing The dancing is quite exquisite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see it We're really enjoying it We love the message that it brings out And it's nice to see that It's being brought to everyone The message of joy, hope and God Which we think is wonderful Yes, it's a nice religious message A message of together and family As the singers were singing The tenors were singing The word heaven kept appear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so I think that anybody from any culture could say you know what we could all appreciate heaven no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 whether it's Buddhism whether it be Catholicism whatever and you could say you know what we all have that in mind as being where we all want to go and if we could all get there we all have achieved something great in our lives so yeah so that's something I gained out of the show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hat you did your training I have I have a little doubt of how much you put into that training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hat you did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欣送生化 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报道 中共巡视34家金融单位 分析指出防政权坍塌 河南当局日前通报 去年全省事业单位大幅度精简 不再保留科技事业单位 由于中共体制历来都是越精简越膨胀 民众质疑所谓精简的实质和成效 陆媒4月13日报道 河南省委编办发布所谓改革案例 宣称2023年全省事业单位 大幅缩减机构和规模 其中省职层面出学校医院外 事业单位精简60.7% 撤销科技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 事业单位以及空壳单位137个 事业编制精简46.9% 收回的事业编制下沉县区5638名 事线层面事业机构精简44.3% 事业编制精简23% 其中全额拨款事业编制精简13.7% 消息冲上微博热搜引发热议 网友表示 只是精简机构又不是精简人员 不会少一个人的就是整合的事 这就是敷衍人呐 里面有很多弯弯 过去机构精简是没什么成功的 每一次一精简 其实又有很多的官员的家属塞进来 不仅没有精简下来反而同站起来 现在你看到河南的例子 它人员并没有减 而且还在增加这个人员编制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 在玩一些这个文字游戏 根本起到不了解决它目前这个政府 没有钱去运作的一种危机 浙江退休教授李女士表示 在中共体制内编制不够的时候 会以劳务派遣方式补充人员 这些人照例吃财政饭 它不仅仅是包括这个公安机关 有好多单位都是存在的这种血菌 类似的这一种协助员吗 他们是没有编制的 他们的工资哪里来 还不是从那些人所交的税收里面开支的吗 据大陆媒体报道 202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达8000多万 用去税收四成 由于中共数据一贯造假 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也有网友说 河南省大幅缩减事业单位 是地方财政真没钱了 新唐人记者夏敦侯王彦桥采访报道 下面请看本期的两岸扫描 4月13号下午2点30分左右 河北秦皇岛如龙县 刘家营乡桃林口村 一艘游船侧翻 导致31人落水 12人遇难 6人失联 截至14号凌晨 失联6人都已找到均平安 有现场目击者表示 出事的船上没有安全设施 游客也都没有穿救生衣 有网友表示 不是民众没有安全意识 是当局监管不利 要么不作为 要么就是睁只眼闭只眼 这种情况在旅游景点很普遍 中国病毒疫情期间 内蒙古呼和号特市口腔医院 通过鄙视 面试等层层筛选 招聘了40多名护士 但2024年初 他们被集体辞退 这些护士在该医院工作三年期间 没有签过任何劳动合同 医院也没有给他们缴纳过社会保险 事件发酵 一度登上大陆热搜榜 有舆认为 这反映出中国大陆的用人单位 普遍存在用完集气现象 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 近日 中共当局公布第三轮巡视对象 包括央行 财政部 证券交易所等34家金融单位 据不完全统计 2023年 至少104名金融系统官员落马 其中70人有银行任职背景 占比达67.3% 今年3月份 金融系统至少有11人被查处 旅澳历史学者李源华分析 中共此举主要是害怕金融危机 导致其政权垮台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 赖建平也指出 中共这次巡视主要目的 是为其专制政治服务 即用这种选择性反腐的方式 在金融官员中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让他们在政治上跟党魁 保持高度一致 绝对忠诚 宝宝如何喂养更健康 澳洲项目帮助新手父母 澳洲政府近日在首都堪培拉 启动了一个培训项目 指导新手父母如何喂宝宝 打理膳食 为孩子的长远健康 打下好基础 但您了解 六个月大的婴儿马吉 刚开始吃固体食物 她的母亲卡西梅耶 报名参加了澳洲政府 最新的培训项目 学习在婴儿成长的最初1000天 如何健康喂养 在整个培训期间 专业营养师指导新手父母 选择食谱 帮助婴儿从流食 逐渐过渡到固体食物 然后过渡到正常的家庭膳食 古人讲 免以食为天 饮食对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 其实宝宝的健康 在准妈妈怀孕期间 就已经开始了 对任何父母来说 如何调配饮食 都是一个挑战 无论孩子在婴儿时期 还是长成了大孩子 然而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 各种饮食观念 充斥社交媒体和网络 父母有时会被误导 不知如何取舍 新唐人记者李清宜综合报道 谷歌地图无法取代 英国手工地球仪受名犹青睐 有了谷歌地图 今天的人们还会使用地球仪吗 事实上 英国手工地球仪 依然承蒙全球名流的青睐 被认为极具艺术感和历史感 一起来看 英国伦敦的一间工作室内 一枚枚地球仪 在制图师和艺术家的手下 逐渐显露出山脉 海洋 草原和荒漠的形状 尽管是工具类物品 它们更像是艺术品 认为地球仪能够让人们感受到 人与地球的关系 贝勒比2008年借债 为父亲80岁大寿 买了一个地球仪做礼物 他也因此获得启发 创办了这家工作室 贝勒比喜欢闭上眼睛转动地球仪 让手指在地球仪上划过五大洲 四大洋 当地球仪停止转动 他会研究手指停留的位置 是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 还是他向往的某块大陆 手工地球仪制作工序复杂 先要粘贴一片片花瓣形状的面板 然后用不同的颜料 涂出地球表面的山山水水 根据预定的客人所处的国家不同 地球仪上的文字也不一样 有些国家的标志 或者边界的划分也略有不同 正因为如此 手工地球仪的价格不菲 最小的要价1500英镑 贝勒比的客人身份各异 包括国家元首 私人收藏家 著名企业家和影视制作人等 2011年的电影《余果》里 用了四个贝勒比的地球仪 2023年电影《俄罗斯方块》中用了两个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导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建议